字幕志愿者 李录夷 我覺得我應該算滿樂觀的吧 對啊 然後 就我自己覺得我比較 女孩子可能大家覺得我好像男神 但其實自己 像女孩子 因為我也喜歡愛漂亮打扮 然後也喜歡那種小飾品 對 然後也會看看服飾 或者是看一些化妝的東西 開始只是覺得很酷 很帥 所以就來進射箭隊 剛開始練的時候也會有想放棄 然後是教練跟家人就是希望說 等到有一個比賽 再去決定要不要繼續練 然後後來就是 開始得名之後 就覺得對射箭更有興趣 所以就一直走到現在 基本上就是現在台灣的話 企業聯盟的話是 總共有六七個支隊伍 都來自不同企業 對 那我們的選手都是 國內就是頂尖的選手 對 大家會被分散開 在每一個不一樣的企業裡面 然後一起去比賽 對 所以其實大家的實力就是相當的 每一個隊伍 對 水準都是相當這樣 然後再來就是 對於這個氣點的話 我會覺得說 對我來講很有幫助 而且跟可能像星秀他們這一種的 就大家一起交流 就是大家的實力互相交流 我覺得是一個很棒的事情 就是其實大家都是有能力 那一起大家互相切磋 那未來可能我退休的話 還會有人接上 我覺得這對台灣是一件好事 我覺得像七夜聯賽 就是給我在出國比賽前 做一個比賽的準備 對 那可以同時是在 要出國比賽之前 會有一個比賽的那種臨場感 跟那種經驗 我覺得就是 有一點互相幫忙的感 22 北歐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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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他們覺得我可以怎麼做 那去吸收就是身旁這些朋友給我的意見之後 我覺得就是告訴自己重新再出發 因為我喜歡挑戰 我覺得幫助我很多 因為其實在訓練的過程一定會有低潮 對 那我覺得我這樣的個性就是 可以讓自己不斷的去思考 要怎麼樣去突破這個低潮 因為有的人會遇到低潮或是遇到問題 他就可能就不想解決他就放棄 對 但是我不想要放棄 所以我會告訴自己我一定要想盡辦法把它做到 我覺得應該佔80%有吧 就是我覺得幾乎完全就是都是射箭 也是有其他就是想要嘗試想要玩 但是最主要還是會以射箭為主 因為也會想要陪陪家人自己出去玩 對啊 也會有想要自己的生活 對 但是現在就還是比較喜歡射箭 所以都還是以射箭為主 然後再多一點 對 但其實我們一般會有的 所以我們會認識到 先這樣就開始做了 那麼後來 我們可以看這一點 但是我們會在內心 我們可以結構 甚至於重點